一個男人涉嫌向上水已婚警察宿舍 投窄汽油彈 早前被控縱火 今天再被加控兩項控罪 案發在今年3月23日晚 有人向警察宿舍 投窄四枚汽油彈 其中三枚跌入停車場 損壞一部高級警員的私家車 62歲被告黃錦泉 在粉嶺裁判法院再提堂 原本被控縱火 現在被加控管有副食性物品 及管有物品意圖作非法用途 說他同日是單車徑管有鹽酸及一個坐頭 裁判官認控方的要求 案件押後下個月20日 以處理轉介文件 被告繼續還押